5月9日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伟大卫国战争,胜利73周年,阅兵是上将首次展示作战机器人,最新型无人机,匕首高超音速导弹,以及各类型反坦克设备。 我会回来的,终结者踏上红场红砖坦克支援战车的主要任务,是识别和压制地方反坦克设备。 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,终结者在叙利亚表现非常出色,国家利益杂志专家称,终结者是独一无二的战车,即便在使用和武器的条件下依然适用。 预计,终结者将于2019年进入俄军服役,终结者作战机器人将行走在莫斯科今年的胜利日阅兵,将首次展示机器人技术,机器人工程兵天王星6和用于远程侦察和火力支援的天王星9作战机器人。 俄国防部表示,天王星6和天王星9在俄空天军,在续军式行动中均表现出色,天王星-6参加了帕尔米拉古城、阿勒坡和戴尔卓尔的排雷工作,机器人工程兵在平底移动时,可以每小时三公里的速度进行排雷。 天王星-9用于人员保护,使其在敌方火力下撤离。天王星-9配备强大武器,不仅能够打击有声力量和轻型装甲设备,还可打击坦克和其他高防护设施。 天王星-9作战机器人无人机群5月9日,Core和Caution无人机将亮相红场。Core无人机用于对地面和水上目标,进行24小时全天候空中侦察,打击敌方设施,以及向指定区域运送物资,其飞行时间长达10小时,活动半径超过160公里。 Core无人机Caution是军用无人直升机,可携带侦察和电子战设备,用制导武器和非制导武器打击敌人。 其最大飞行速度为每小时130公里,飞行高度2000米,目标战贺质量120公斤,完美的阿玛塔已成为传奇的阿玛塔坦克。 5月9日将一新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,时至今日,阿玛塔新能已达到国防部的最高要求,阿玛塔坦克空中匕首米格31K,今年将首次携带最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飞越莫斯克上空。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有礼报李索夫表示,匕首射程增大,事实上能够突破所有防恐和反坦克防御系统,他无懈可击,战斗力非常强且潜力巨大。 米格31K携带最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匕首,北京时间5月9日15时,俄罗斯卫星社网站将直播阅兵式。